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各行各业的节目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Beyond Tran 这个环节就想和大家说一些很新穎的东西 其实我们人最总有梦想 梦想之后究竟可不可以实践呢 很多时候人都给个问号 今天我就正想请出一个嘉宾 将他原来自己的梦想 今天就可以成真了 就是在我身边的William Hello William 你好 他本身是一个制造行业的表表者 我没这么说 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支援制造业的人 因为我过往这么多年 虽然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有参与制造业 但是几年后我已经做了制造业的支援者 应该这么说 其实说到支援者 其实就是说到他的前身 他以前在做的事 特别在他现在想带出的 就是他自己做了一个玩具 可以这么说 这个玩具 其实都很受人外戴 还有很多人喜欢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一部潜水的相机壳 可以有一个防水相机壳 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 一个防水相机壳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这个防水相机壳的精神所致 今天我们想透过这个环节 去探讨一下 说回刚才 你说做了一个制造业的支援者 其实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多说一点 应该这么说 我先说一点自己的背景 我以前不是叫理工大学 而是理工学院 其实我是读电子工程系 所以我一出来做第一份工作 已经在一些电子厂里面 就是在生产工程部也做过 在生产部也做过 在工程部也做过 其实因为我读电子的原因 其实我也是做一些电子的设计 或者在工程上那方面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是1980年代开始 因为那时候香港在测试设备方面 都很缺乏 那时候如果问回这些年纪比较大 都知道那时候 刚刚是所谓AT&T 就是美国电话电讯 开始因为它侵犯了反弄断法 不可以拥有独家电话的经营 和租赁公司 他就应该要把规格一下开放 任何人可以满足到这些规格 就可以制造电话 那时候香港没有一类设备 没有生产这类设备 进口设备很贵 那时候我就去研究一类设备 就是因为这样令我入了这一行 那时候我自己设计一些生产设备 是给电话的 即是测试设备给电话 那时候我们的成绩都挺好的 我记得我买了上2000部 那真的不错 可以叫做第一桶金 好的 那你第一桶金之后 你的路程又是怎样呢 因为我进了这一行 即是给电子厂用的一些测试设备 很顺理成章 有很多人敲门找我 就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关系 譬如说在生产设备方面 都希望我可以在香港或中国大陆 找到一个市场 亦都找我做代理这一类的设备 其实那时候是主要的装备 看涉及看涉及那方面的设备 说下说下就由1983年到现在 好的 所以第一桶金之后 为你带来更多好的不同的联系 甚至乎生意的机会 再说回以你的技术 但为何又会有一个防水相机壳的诞生 很灵类 因为那时候 我们一直都说 如果你供应这些生产设备 或者测试设备 在製造行业来说 如果我们看製造行业的供应链 其实可能是材料 接着是设备 接着是製造 接着是出口批发等等 去到消费者的市场 我们叫做供应链下游 而我们是站在 刚才所说的 你也听得到 我们是在上上游 我们在上上游 那时候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我发觉 原来在上上游 不是很有趣的 因为大家都有 就是金融海啸的经验 其实在大海那里 可能有少少波浪 浪一直推去越浅的地方 浪就会越大 而我们过往这么多次 经济的问题 我们发现到 如果有任何波动的话 股市也好 或者是某些国家 出现一些经济问题 就立即反映到 在供应链上游 就会有很大的上落 下多个上 所以在我们这行业 就很多时候 要顶得住这个风浪 我想 其实 因为金融风暴 我发觉 不是纯粹过去那次金融海啸 之前那些都发觉 因为这样 其实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生意变化这么大 而我们看回零售市场 不是真的相差那么远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平衡我们现在的 business portfolio 以前过往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由外国的设备 经香港 进口这一类设备 在香港 卖出去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卖出去 而我们完全将它流转 我们希望 是develop up 一个新 business develop up 一个新的 marketing sales channel 一个新 product 是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面膜去制造 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现在 我们搞防水相机学 是我们自己做研发 自己做生产 自己做生产 自己做distribution 这个是一些很不同的 一个方向 我希望可以将这一样东西 可以平衡我们现在的业务的风险 同一时间我发觉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样东西 其实很难得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搞一个 business 是 我又很喜欢 很开心的搞 但是同一时间 也可以帮得到 我们研究生意 嗯嗯嗯 所以跟你原本做的 可能不同 但是也是因为 你有一个前瞻性 看到 那个时势 有时你不可以 只是被动等待 反而要主动出击 不如会不会在销售层面 你也可以在社会上有一个地位 好了 出了这个防水相机学了 防水相机学 刚才也说了 也有很多种 但是因为你自己研发 你们有一个独特之处 这个防水相机学 是呀 这个防水相机学 就有点特别的 那既然 其实我搞这个防水相机学 我想我讲少少 有少少背景 因为我一次去欧洲 我去意大利 我参观过一些公司 很多人都说 在香港 每个人都在慎 香港做厂 多辛苦 多辛苦 还要说 人工不断上涨 本来香港 很多年前 搬去深圳 深圳搬去东莞 东莞 越搬越高 因为劳动力 在比较北的地方 比较便宜 我去到意大利 哪个人 那些公司 哪里有为人工贵 可能是没有说 不过问题 就是 他们仍然有工人 仍然有工厂 仍然在生产 有一天 我和其中一间公司的CEO 在谈论 我发觉 我在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一个产品 是不是只是看成本 或者只是看劳动力的成本 如果你可以 将一些东西可以累积不到 而你是有 那个产品 那个 他的生命的决定权 那个产品 是完全属于你 你有足够的保护 不会那么容易 可以令到其他的对手 加入和你竞争的话 其实你可以放很多资源 将你的产品越搞就越好 是 所以我们学了这一件事 我就说 我们要搞一件事 第一 我要控制到生命 第二 就是说 我自己拥有那件产品的品牌 但是如果你说 要无端端搞一个品牌出来 你需要那个产品 有很有独特性 现在就说到独特性 我们学有什么独特呢 是的 因为一般来说 防水相机学 都是一个相机的附属品 所以它本身不会有一个牌子 即是不会有一个trademark 而我们这个呢 因为呢 我们想到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做一款 万用防水相机 是万用的相机 万用的防水相机 是的 万用的防水相机 就是说一个壳 可以给到很多不同的相机 所以因为这个 它是独特 因为以前没有人做到的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 是 万用防水相机 而它的设计 我们也拿到一个专利 那 如果我可以一 可以应用到这么多相机的话 其实它已经可以 变为不是一个相机的附属品 是出现了出来 是形成了一个产品 而这个产品呢 是值得我给它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例如Sea Shell Sea Shell 其实这个名字 我觉得我自己选得很好的 Sea Shell 本身是硬壳的意思 是 因为呢 如果说过往的 防水方面的解析 可能是一些 如果是一个防水的罩 或者一个盖 或者一个袋 可以影响到很多 不同的相机的话 你只要可以做一个 软的胶袋 是 你不可以做一个硬壳 因为硬壳 你已经固定了 在哪个位置 而胶袋的话 我就不管相机的按键 在哪里 我也可以按到 所以 Sea Shell 这个字 我们是 是 硬壳的意思 是 我们用这个名字 很好 亦都很配合我们 这个产品 现在我们的 Trainmark 在很多国家 大概40个国家 已经申请了Reduce Trainmark 专利 我们也不错 有很好的成绩 例如我们在美国 拿到发明专利 在30多个国家 拿到实用生产人专利 甚至外形的设计 方面 我们也拿到日本的专利 很多地方的专利 其实在日本 拿到外形专利很难 是 因为相信他们的设计 都很漂亮 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作为一个相机 我经常都说 一个相机壳 你当然是 你包着相机 当然外形都会 重新伸展到相机 是 所以说 他会问你 个个防水相机壳 都这样 你怎样可以 拿注册外形专利 我们是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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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他都接受了 我们的申请 就让我们拿到外形设计专利 好的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和大的肯定 可以这样说 是的 这方面我很开心 刚才听了William说 无论在他们 最初如何尝试找一个位置 令到自己的产品可以突出 其实也要花很多功夫 也知道 你不断研发的时候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个是 绝对 因为这么多相机 你说明是慢用的 肯定很多相机都可以 配合得到 这个防水相机壳 当中的困难在哪里 困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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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时候我们用很多不同的 古灵精怪的方法 譬如说我来找双熟的店 去借他的相机拿来 当下这些位置 也尝试去日本 去不同的地方 因为那里 比较多些不同的相机模特 要尽量去拿这些尺寸 但很多时候 这个是不太方便的 即是在人家的店铃上 你不断拿着相机去看 又拍照又倒 是不受欢迎的 那 开始我们也不野心大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尺寸 可以 OtKJF 可以较多配置到 大部份相机 当然有一些相机 很大部 例如单镜机 我已放不下去 我们就会放弃 但是原来 很多 越稳越多相机 很多種數碼的手機 越來越多 我們開始玩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來我們可以兼容到 二百多部 三百多部 然後我發現數字越來越大 最後我們現在發現到 我們現在的相機殼 直到現在的時刻 大概可以兼容到 800部不同的小型數碼相機 我們要收集這800部不同的小型數碼相機 不單只是在開頭研發的階段 甚至現在我們不斷檢查 最新的相機型號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亦不是那麼多人願意做這件事 因為都很繁瑣 八百部 一點都不簡單 而且我覺得你們有一個很獨特之處 有時候經常說我們消費者 如果那些相機 譬如我是舊款式的 突然有一天我很想去游泳 當然想帶上相機一起游 除非你說買所謂的防水袋 但始終又會很怕會否入水 安全的程度去到哪 當然如果以硬殼來說 保護性會高很多 而且我們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測試 我們不只說我平時用下雨 或者浸在洗手盆的防水 那麼簡單 我們這個防水殼可以落到40米水 40米即大約是12層樓 那麼深的水 可以承受這麼大的水 我相信特別是 好像剛才現在看照片 可能我們有時候去到玩 未必一定要游泳潛水 可能和水有關 都怕弄濕相機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到這個防水相機殼 是啊 通常我們發覺大部份的客人 包括我自己 我買第一個防水殼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拿著一部相機 在袋子裡沒有相機出來 我去店舖問有沒有這個殼 那這個99%都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可能 因為第一就是 相機本身已經沒有原充防水殼 是 其實作為相機的生產商 他不會說我出十款相機 我十款都做了殼給他 因為其實成本很高 他可能集中在幾個不同的 即幾個稍微達出少許的模特兒去 又沒有做過殼 但是其他95%以上的相機 他根本沒有原充防水殼 我通常來說用家就是 我買相機的時候 未必會關心那個型號的相機 又沒有防水殼 但是往往尤其是香港人 我說下個星期去寶吉島 我沒有潛水或是輕人 突然心血來潮 我心血來潮 我就想去游泳 我想去潛水 或者我去做Snockling 或者不能去 他就馬上想找個防水的解決 那你沒有運 一個市場就沒有 那這就是一個選擇 當然你可以選擇防水袋 但如果你說我願意給多些錢 我買個好一點 那這個是便宜的 明白 是啊 那真的不會說脫了折 有時候有相機 可能舊一點的話 你也不需要擔心 你再配不回合適 因為這個是慢用 還有我覺得應用的層面 也有很多 例如你說遠至馬上很想去玩 另外 例如現在 我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其實他的父母都很喜歡幫他們拍照 對 那他拍照可能由他初初 已經第一次怎麼懂得游泳 將他浸到水裡 甚至乎可能和他洗澡的時候拍照 其實這部防水扇機器 也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很多人知道 小孩子在6個月之前 就是小孩子 在6個月之前 不是很怕水的 絕對因為他本身 他慢慢在肚子裡 都是水的 是泡著水 所以他放在水裡 或者媽媽應該有經驗 他自己在水裡 不會吸水 即是不會續傷 很有趣 所以他第一次下水的時候 你不在水底拍照他的樣子 簡直是 是遺憾 是很大的遺憾 OK 那你這個 其實在媽媽的層面 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其實說到市場 我都知道 香港始終是一個彈遠之地 人口 可能去玩水 各方面 其實也是一個小部分 我都知道 你的軟件 就是要衝出香港 要在全世界的市場 所以你都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做宣傳 是的 我們這個學 作為一個 我自己希望的 就是成為一個國際品牌 這個產品 我們有條件 做一個國際品牌 但是 就要放很多精力 是 因為我們以前 即是說 兩年前 這個產品未出生之前 在市場上 是完全零的 坦白說 我們那時候 都不是真的 很了解這個市場 甚至現在 坦白說 都不是百分之百 了解這個市場 是 當這個產品未出生 當時 我們都不敢做 太多的銷子 萬元的工作 因為我們怕這些產品的機密 我們洩漏出去 所以我們 簡直不敢 即是 不出聲 我們完全不出聲 直到這隻東西 出生了 而且 我們百分之百 有信心 可以應付到市場的需要 比如說 有誰 我立即要鎖單 鎖多少萬隻 如果我未應付到 未有信心應付到之前 我們都不敢做很大規模的 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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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隻東西 我有信心 然後我們就很積極 去推廣 我們一開始 在攝影展 那裏 擺展覽 然後 也在潛水展 擺展覽 我們參加過很多 不同地方的展覽會 比如美國 德國 泰國 香港 當然有 日本兩次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這些地方 我們全部都擺 我記得 過去14個月 我們擺了 差不多12個國際戰艦 哇 真的很厲害 差不多每個月 都差不多8個 是的 很忙 但也很辛苦 也很開心 當然 開心 因為除了工作之外 也可以娛樂一下 是的 第一 我發覺 推廣防水商工合 我們見到的用家 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喜歡下水 很有朝氣 很有陽光 很活躍 特別是 如果你聽到他們 對你的產品讚賞 還會令你更加開心 是 而很多時候 我都會借著這個機會 都會去那些地方 我都會 下水 或是 潛水 或是 使用自己的產品 在不同的環境下 的情況 所以 又可以 工作 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去玩一下 和家人的關係又更加好 是 絕對 看到照片 都看到 其實都是很開心 你們的情況 沒錯 沒錯 很開心 好了 最後要問一下 今天這個BB 誕生了出來 亦都有一致好評 相信 其實 從不同人用過的推讚 又或者甚至乎 你見到很多人去落單 這是一個很正面的反應 今天這個夢想成真了 你又會覺得 看回 其實現在的年青人 會不會他們很多時候 自己有夢想 但真的流於空上多 我也發覺有這個問題出現 現在很多年青人 去想 去想 但空想 是不可以的 愛迪生有一句話 就是 一個靈感 只是佔成功一成 另外的九成就是你努力 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千真萬確的一件事 靈感很多時候都會有 但可能靈感不實際 你不用很多時間去驗證 這件事 所謂投石問路 你不踏出第一步 你可能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根本想出來的一件事是不通的 所以是很多時間去驗證 很多時間去努力 對 沒錯 可能當中有很多失敗 但也成為明日的成功之路 對 今天很開心可以聘請William上來接受訪問 多謝 謝謝 他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見證到他最初的寶寶還未出生 這麼漂亮的相機殼 到今天真的可以用到 而且可以看到很多人用完 真的覺得很開心 帶給人很多回憶和歡樂 相信是你工作的很大的成功感 也希望勉勵很多朋友 如果你們有夢想 都不妨像William一樣 只要不斷研發 去觀察 去了解的時候 相信你的夢想都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如果想更加了解 關於William的防水相機殼 你可以上他的網址 在www.seashell.hk 你就可以了解到 他們更多的歡樂 這時間就差不多了 了解